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别想像父亲 然后想像总裁 不!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一告片的开始 我们看到奎也正在磨剑 已经身后有人扛着鹿来到火旁 奎也正在磨剑这一段就象征着阿特罗斯的成长 在之前阿特罗斯一开始还不懂怎么狩猎 但现在阿特罗斯已经给独自一人狩猎了 阿特罗斯在演出走过来的时候 有一段画面我们看到 阿特罗斯头上有鹿角 这一暗设着我们 阿特罗斯还有另一个画名 洛基 我们知道阿特罗斯是奎托斯的儿子 也是冰霜巨人的儿子 至于他们目前在的位置 我相信在他们家附近而已 因为稍后的预告片证实了这一点 阿特罗斯说不该躲在圣灵中度过余生 然后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奎托斯穿着非常合适的围巾战甲 然后最大改变的是阿特罗斯 可以从他身上看得出 他不再是一个小孩 而是一位成年人的感觉了 仅在这个场景中 让我们知道阿特罗斯已经成长 在某种程度上 让我们知道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奎托斯非常放心 和相信阿特罗斯可以独当一面 在下一个画面 我们看到阿特罗斯手中拿着一个神秘的球体 球体上有鲁恩符文 翻译过来就是哈提 哈提是被欧神话中追逐月亮的狼 名字的意思是震恨 他的兄弟斯库则是追逐太阳 这对凶恶狼都想吞声日月 而当助身黄昏来到时 他们就会成功达成目标 至于这个球体的作用目前还是一个谜 但我相信应该会影响阿特罗斯 阿特罗斯从预言中得知 分布尔之东是助身黄昏的前兆 他已经为这天做足了准备 阿特罗斯之前得知 他的血统是半冰霜去冷合半神之后 他想知道多点他的背景 以及母亲想要他做什么 阿特罗斯他想深入了解更多 但奎托斯警告他不要太深入了解 奎托斯觉得太过深入了解 可能会引发一场更大的战争 我觉得尽可能去避免也躲不了他们的命运 诸神黄昏的一战他们是逃脱不了的 在两夫子乘坐雪橇时 看到他们遭到了弗类亚的袭击 弗类亚回忆是为了复仇 他要杀掉奎托斯为他的孩子报仇 从这事件来看可能发生在故事早期 看起来弗类亚会是一个不断反复出现的反派 可能会三番数次出现捞乱奎托斯的行程 自从他的孩子巴德尔死亡后 他没有停止哭泣 因为他脸上的妆容是因为经常哭泣而掉装的 在这里可以猜测他可能会回归成为女武神的女王 弗类亚在还没有背叛奥丁之前 他其中一个身份就是女武神的女王 在整座雪橇这一段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拉着奎托斯他们的狼 根据官方说这两头都是母的 名叫Specking和Swan 还有一段看起来很奇怪 在弗类亚攻击他们的时候 阿特罗斯将头抱起来放在前面吗 还是我看错吗 你们觉得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阿特罗斯的新服装 他身穿金黄色的服装 让我想起他母亲的服装 接下来来到家里内部的画面 我们看到米米尔在写东西 没错也没有看错 剩下头的他用嘴巴写东西 当时米米尔要求奎托斯砍下他的头 因为经过一百多年这样的生活 他根本无法活下去 他的头颅被带到了弗类亚的家中 他在那里复活了米米尔 接下来的画面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和想要去探险了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猪神黄昏的前兆 部分地方已经结冰的起来了 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去一些地方是需要划船过去 现在海面应该都结冰了 所以我们再前往下一个地方是需要乘坐雪橇 接下来画面的风景可能是在诸鲁之国 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福多和独特的灯火 消耗灯火会在另一个场景看到 在此之后我们得知故事的发展 葵头时他们要找到提尔 提尔也是整个故事中重要的关键人物 但很多人认为提尔已经死了 不过奥丁似乎不想被人找到这个已死的人 还有些人不知道提尔是谁 提尔在战神故事中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是北游神化的战神 他能够自由穿梭世界 他造反过希腊 埃及 亚马 甚至日本 他试图用一切办法阻止战争的发生 他隐藏了去巨人国度 约顿海姆的传送门 目的是为了拯救被阿斯加的神主追杀 自并临灭绝的巨人种族 因为他违抗奥丁 奥丁试图让提尔消失 经过几个世纪后 已经没有人知道提尔在哪里了 接下来下一个画面 在远处我们看到一条龙飞过 这可能是我们之前释放的龙 我们知道猪神还魂的前兆已经开始了 但在诸如之国完全没有被影响到 这个国度充满活力和和平 然后我们遇到之前的矮人族 布罗克和辛德里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新角色杜琳 据说他是诸如始祖 魔索尼尔后第二个制作出来的诸如 他还创造了魔剑提尔风 不清楚他是否和提尔有所关系 也许杜琳知道提尔在哪里吧 接下来奎托斯拿着 曾经装过弃子骨灰的袋子 然后说战争不是唯一的方法 在这里给猜测奎托斯打算 通过另一个方法来阻止战争 如果是以前的他 一定会以暴力来解决问题 如今的他的想法已经有所改变了 但阿特罗斯要奎托斯放下父亲的身份 要像个将领一样的去思考 这计划看起来就像阿特罗斯要求不仅 把他当作士兵来锻炼 很明显奎托斯不是很愿意做这些事情了 因为他知道双重沾满的血是什么感觉 有些东西一旦开始了就没法回头了 我相信诸神欢欢是最主要的情节 但还有一点有趣的就是奎托斯和阿特罗斯之间的冲突 从预告片可以看得出 他们的意见想法动机似乎简单相反 所以每当做出决定的时候 他们应该也会争吵吧 接下来到画面来到上一部战争的结尾 我们看到托尔的出现 托尔说你乘着理性吗 看似托尔和他们以和平的方式来交谈 这就是为什么回头斯会考虑除去战争的想法 在下一个场景中 我们在远处看到暗精灵正在和光精灵作战 在上一部战争中 我们已经成功驱赶暗精灵 如今暗精灵又再度的回归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拜奥丁所赐 他用法术各里了斯瓦塔尔夫海姆 暗精灵为了生存而大举入侵 并希望将世界之光遮蔽起来 双方展开了有无休止的战争 接下来到画面简直让我想玩这个游戏了 这一段非常的短 我们看到他们成功找到提尔的所在地 并将他从奥丁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当提尔站起来的时候 他的高度比奎托斯还要高 奎托斯看他都要抬头了 现在终于看到提尔的真面目 在上一部战神的时候 我们只听闻提尔的事情 也知道他为了阻止奥丁做了许多东西 如今我们终于见到这位大英雄了 在最后的画面向我们介绍了新的角色 他就是安格尔波达 在北欧神话中 他就是洛杰的情妇 生下来引发出神黄魂的三大凶神 魔狼 芬里尔 据实 叶家梦德鱼 死之女王 赫尔的女巨人 他说你很快就会找到答案了 某些答案 我觉得制作组可以把它放在最后说这句话 可能是暗示说下一个预告片会说出发布日子 制作组要让大家有所期待呢 那么你们期待这个游戏吗 我可是非常期待了 希望不要只是PS5独战 因为现在PS5严重缺货 我还买不到呢 要买也是黄牛架 一样 叶家梦德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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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找到我们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